为了陪伴孩童成长同时推广足球运动 担任五年偏乡学校高关怀音乐社团教师的江议员 成立了宝藏足球俱乐部 而他的用心也感动了来自德国的穆幸福教练 特别在今年开设了免费足球班 而且是采拳英语教学 希望可以让孩子享受踢球的乐趣 小朋友在球场上开心的踢着足球 这次由担任了五年偏乡学校高关怀音乐社团教师 江议员在2014年所成立的宝藏足球俱乐部 透过课后的时间在宝藏国小教球 推广足球运动 这个时间有非常多游荡的小孩 他是一个学校下课时间到家长接送之间 这边有一个空窗的时间 过往这个时间体制里没有陪伴 那我们就是当一个陪伴的角色 结果后来就越来越多 小孩就跑来了 现在宝藏国小队有几位球员 踢球的嘛 我们加上社团超过100位 全部的社团 周三下午还有一个社团40多人 周四下午还有十几个 光是学过的宝藏国小目前在校在即的 学过的孩子超过100位 校队晚上这边社团大概50位 也因着陪伴孩子们的性质 吸引到了德国籍的教练穆幸福 一同参加了这项计划并开设了全英文的足球教学班 让运动能跟语言学习做结合 很多台湾的爸爸妈妈不让他的国中高中的小孩子出去运动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开始一个全英文环境的一个足球队 所以我们一试晚上5点半到7点在宝藏就是练习 那环境完全是英文 所以不再会讲英文没关系 就慢慢学 宝藏足球俱乐部开设足球社团 不仅借由足球陪伴孩子 也弥补了一部分家庭的功能 同时也吸引了爱好足球的人士一同加入这个行列 让孩子们在成长之路上多了更多的陪伴与温暖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宝藏加油 宝藏加油